中共国家卫健委伊政司司长焦雅辉 近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就透露了一个数据 他说根据对2022年 中国奥米克戎临床病例的分析 肺炎占比是在8%到10% 如果这个数字结合 现在中国疫情海啸感染率的预估 也就是很多专家预估 会达到80%到90%这个比例的话 那在染疫人当中 得肺炎的人数可能超过一个亿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数字 这个是相当 我觉得相当恐怖的一个数字了 对8%的肺炎率 这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一下 你要知道这个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当时他的死亡率 现在没办法知道准确的 估计是在2.5% 就是感染的人当中 2.5%到5%之间 他已经造成了2500万人到1亿人之间 就是这个死亡率 一般估计在5000万人左右 他主要就是肺炎 特别是肺炎 那中国现在就当时 全世界人口的感染率是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大概在这个范围之内 而现在中国的这个真正的阳性率 应该是在80%以上 这个应该是 就是基本上是比较靠谱的 那么这么高的感染率 其中有80%肺炎的话 这个就非常惊人了 因为真正就是导致这个疫情导致的 主要的死亡就是肺炎造成的 这个也很奇怪了 就是在其实在奥米克隆流行以后 全世界基本上就没有肺炎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在中国 这个肺炎情况会这么严重 那百分之 这个就他认为8%不是严重的 但实际上8%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在这个当中 肺炎有相当一部分 是会恶化到大白肺 然后呢这个现在看到的 就是从官方现在没有统计数字 就从民间传出来的消息 很多人都是大白肺死亡的 这个比例是多少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估计 而且最伤脑筋的是 中共现在放弃了统计这个数字 所以最终的结果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他是过分的 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个危害性 我看今天美国之音有一个采访 加州有一个人 他家里五口在中国大陆 一共六个人 五口在中国大陆全都去世了 中国大陆的五个人全都去世了 那这个就是在其他的这个疫情当中 好像我们还从来没听说过 这么高的比率 现在到网上去看的话 那就是情况太严重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情况 中共不管怎么轻描淡写 但问题很多消息都已经传出来 这个8%的肺炎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是他越这样轻描淡写可能反过来到说明问题很严重 包括他不再统计数字 包括这个两万年说这个不用纠结死亡多少人 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 而且前两天有一个24岁的大陆的女网红嘛 他就因为这个染疫去世了 然后他男友给他发了一个护照 之后很快他男友出来道歉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受到了这种压力 所以就把这个副照撤下来 然后又道歉 看来这个死亡还是非常敏感 才会有这种的表现 对 现在西方国家主要是从 现在中国没有数据嘛 他们死亡人数只能通过就是卫星 观察就是这个火葬场的 兵役馆的这个排队的汽车量 来估计这个死亡率 他们是有的是办法了 专门去这么研究 你说看 也就是说三年来 中共在隐瞒疫情这方面 隐瞒真实的数据 或者是伪造数据方面 一点都没有改 还是跟三年前一模一样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回 就是美国的这个行动 确实也是让人想到 就是当时在中国完全放开之前 我记得当时有的消息 让我印象就很深 就是美国突然就是 没有预兆的就宣布几个在国内的大使馆暂停办理签证 那后来不久才回过头才知道 那个中国马上放开疫情大爆发了 那现在呢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宣布的内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卫生健康部呢 就宣布说再次延长疫情的全国卫生紧急状态 而其实在去年九月份 拜登已经就对媒体说说 那个美国的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了 所以您怎么看就是美国现在这个举动 和大陆疫情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跟大陆的疫情有关 因为全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 其实放开的程度都差不多 就是不管它这个紧急状态有没有结束 基本上都是属于已经恢复到正常生活了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之间中国又爆发了疫情 而且呢最伤脑筋的就是 又是没有办法得到它疫情的正式消息 所以美国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它放弃紧急状态的话呢 它可能会就是如果说 这个疫情传到美国来 然后造成又是一波这个感染率增加的话呢 那么美国可能会失去一些手段 因为它如果处于紧急状态的话呢 它可以调用一些资源 如果不是紧急状态的话呢 它要重新宣布就更麻烦 所以说在集合资源和各方面的这个拨款啊 或者是在这个开发方面啊 它有很多就是便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它延长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让美国做好这个准备 你有准备总归比没有准备好 是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措施 无论是说对中国来的旅客进行 就是疫情的筛检也好啊 或者说是这种它延长紧急状态 然后让所有的这种防疫的这种资源也好 都ready准备在就是在就绪的状态 但我觉得这种措施其实都相对来说很被动 那它没有什么可以采取的措施了 因为这个在美国它也是属于已经 整个疫情都已经感染过了 而且现在证明了就是美国确实 现在因为统计方法不一样嘛 虽然说美国还有很多从统计数字上还有很多感染的 和很多死于这个疫情的 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看不出来了 你要说美国采取什么主动的行动的话 你也不可能把来自 就是它已经在社区蔓延过了 所以说它只按照美国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的话 还是说不要让它出现这种疫情高峰 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除了这个措施以外 也拿不出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 你即使阻止中国人口入境的话 那么其实因为世界现在是流通的 而且都已经社区已经感染完了 所以其他措施也拿不出来 大概就只能是检查一下而已 对 现在就有点中共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就是不告诉你数据 好像民主的国家西方国家 有点没有办法的感觉 但是现在就是看到有一个消息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进展 就是有43位美国国家安全的专家 他就联名致信给纽约时报 柳叶刀这样的媒体和专业期刊 就批评他们当初过早的封杀了 疫情起源的讨论 其中就包括说这个疫情 是从武汉实验室泄露这样的讨论 那您觉得如果说现在重新提起来 对当时疫情溯源的这种调查的话 是不是会有利于就是国际社会阻挡 可能疫情再一次大流行的这种趋势呢 不能说这一波 就中国的这一波它是来不及了 但是中国这次的疫情爆发 确实在美国重新提起了溯源这件事情 所以中共的这个外交就是这个公关 其实做的是相当成功的 就是全世界除了澳大利亚曾经 它的政府提出来要溯源以外 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不溯源 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吧 可能是因为这个功能增强实验 是跟美国有关的 所以美国政府也不积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如果中国这次没有新的疫情爆发的话呢 这个溯源的事情可能就慢慢淡下去了 但这回中国的疫情一爆发以后呢 大家忽然意识到三年前的问题没解决 所以才会出现现在的危险 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把这件事情又提出来了 这是一个机会 就是对于这个溯源很有动力的这些人呢 就利用这次机会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 它有一个有利条件 就是美国国会呢 现在也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这届新国会呢 就已经把这个溯源的成立这个疫情调查小组这件事情呢 已经列到了它的这个规则里面 就是今年的新的规则里面去了 所以说它会有一系列的措施 再加上这43个这个安全专家 他们写的信 又把这件事情重提 那么这个溯源的这股风呢 会重新起来 其实需要这个检验的东西非常多 美国在这个疫情这里头 就在这个规则里面 谈到了很多溯源方面的问题 其中甚至包括就是这个功能增强实验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疫苗的开发呀等等 一系列的就是还有 纳税人的钱用的是不是妥当啊 就这些它要是检讨的 等于是这个事情呢 重新进行调查 我不觉得现在的任何措施 会对这一次中国的疫情 以及可能对世界造成的危害 会有直接作用 但是它会对以后可能发生的这个pandemic 就是这个大流行 其他的大流行 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至少现在算亡羊补牢吧 嗯 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Jason博士您怎么看 就是现在美国如果说 除了被动的一些措施以外 还有什么方式它可以让中共去对这个疫情负责 其实是真的是很难 就说就我来看的话呢 目前这个疫情的来源这个问题 美国这边是个讲这个实际证据的一个地方 因为不管怎么说的话 它的司法体系它各方面它最终真的比如说要就是让中共赔钱 它一定得在司法上能站得住脚的 那么就得有相应的证据 如果中国不配合 你是百分之百拿不到证据的 因为你不管怎么说 你是不可能间谍潜伏到中国 把几年前的东西搜出来的 中共这边已经清理的一干二净 人员都找不着了 现在好多 现在大家都连中国人都在问 那个蝙蝠女博士跑哪去了 石正丽是吧 对对 就是说整个就是说 其实所有 当然我也不相信中共 就是有人说是灭口 我倒不相信这一点 但是确实是中共对这些人 它是相应的有管理措施的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 这个溯源这个问题的话 它其实就是最终的结果 也只能是让美国国内以前 比如说投资中国做这些功能加强实验的这些研究机构 以后不敢再做这样的事了 其实以前美国就是因为这个事太危险 不允许美国做 结果这些科学工作人员 就又要把这个资金投到中国 让中国那边走 中国啥都敢做 所以说在最后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么现在的话 我感觉真正拿到证据的可能性很小 只是在这个调查过程中 让以前肆无忌惮的这些科学家们 有点顾忌以后就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美国政府投资方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顾忌 或者说是监管 但是我只能正面效果 你只能看到这一点 你不可能说是真正的就是它了 我们就把这个smoking gun 英文叫smoking gun 杀人正在冒烟的枪给砸着 这个所以说在我感觉上 它很多时候它也是有一种 政治上它迎合一些它的选民的需求 来做这样的事情 其结果我是不抱太多的希望 而对于现在这个国际疫情的 这个进一步的传播 那就是更是边场莫及了 就我来看的话 就是说中共就是大家都担心 就是说中国那边情况怎么样 主要是因为中共数据不透明 而且爆出的数据是极端可笑 可笑到荒庸 就是没人值得去驳斥它的那种状态 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 就让大家画了个大问号 当然你要是从科学 现有科学这个理论去分析来说的话 至少在第一轮 中国疫情疯传的这个阶段 中国变异的可能性 倒还不是那么大 原因是他们就是叫小白 就是在抗体上关了三年 每个人都关出极其脆弱的这种状态 那么稍微一下子就都被人感染了 而整体来说的话 真正就是说你要是说 你比如说要在一个人身体中 锤炼出一个新的变种 它得要是在这个身体中 有很多的已存在的抗体 然后这个新的变种 做出了逃逸的这种情况 形成一个可逃逸现在抗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才能出台一个很有威慑力的这样的一个变种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感觉在中国 它很可能会在第一轮结束以后 在以后才会出现 所以说真正的危险很可能不在这一个两月 而是在未来的几个月 美国这一次的话 做出延长卫生紧急状态 它可能有多方面原因 当然一方面原因也确实实实实 中国这边让国际事业都很担心 就包括前一段时间一个台湾 或者香港的一个专家也谈到 除非这一轮中国的疫情消停下去了 可能全球的疫情 才可以说是真正的消停下去了 对 一个香港的专家 所以说整体来说 在中国这边 如海啸一般 波澜起伏的在蔓延的过程中 国际都不能放心 那么另外一个 当然这一次的话 美国延长也有个原因 美国在最近这段时间 有一个XBB.1.5 奥米克隆的亚变种 在美国传播的比较厉害 虽然最高峰的时间好像也过去了 但是毕竟这是冬天 冬天大家都很担心 而且它这个紧急状态 它是让牵扯了很多人的保险 就是在这个紧急状态下的话 各州政府是不能把一些人 哪怕它拖延很多事情 它不符合标准 你不能把它从这个目前Medicaid的这个保险体系里头踢出去的 而且很多药物也都是免费 就是说美国政府延续这个东西 是给美国社会带来更多的实惠 你比如现在谁得了奥米克隆 它去领强生或者说是默克的药都是免费的 因为整个它这个体系都包括了 但是整体来说 这就是一个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政府谨慎为之这个做法 冬天又加上这个新变种 加上中国这个不可预测的这种未来这种海啸 是不是能蔓延到美国这边 很多几个因素交代一块它说 为什么不能再保险再延长它90天 因为每90天它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么90天以后呢就到春天了 美国这边就进入春天了 那么春天也许这个事情就好办一点 所以说呢在我看来的话呢 这是美国谨慎的表现 中国因素是其中之一 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来促使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您刚才说SBB SBB现在在国内也是上海首先发现之后 也是有很多的感染嘛 但是如果说对比 您刚才介绍的就是说美国对这个医保 以及这个免费民众使用药品的这个对比 好像无意中就是让我们想起了 大陆刚刚把辉瑞的特效药排除到医保报销系统之外 这件事情 对对 它其实就是说呢 这一次大家就是中国人很多时候 现在最近对这个中共政府很有怨气 这个怨气呢也不一定来自于说你放开了 或者说你放开得很突然 它更多的是你就是在最恶劣的时间冬天的时候 春节之前你放开 而且呢在毫无准备的持续放开 放开了以后甚至残无人道的就是实施了这种阴阳禁阳这样的一个措施 造成了整个一个全中国的一个人道灾难 特别是对老年人 很多人说现在呢就是中共逼着中国人跟死神抢父母 就是听着很凄惨一个话 但是实际上现实都是这样 你要是询问中国人 没有哪个中国人不认识几个亲戚朋友 现在处于很艰难的状态 就是基本上这一轮让每个中国人都经历了 中共到底是怎么样的珍惜中国人的生命呢 这样一个概念